好的,接下來要介紹一個在Logic Pro X裡面的新功能叫做Logic Remote 那這是在iPad上的一個APP,它是免費的 所以但是前提是你必須要有iPad或者是iPad mini 那這個等於是說我們可以把我們在Logic Pro X多了一個APP可以讓我們當作Logic Pro X的Controller來使用 那我們先直接點開我們的Logic Remote 好,那叫我開以後它開始會搜尋你的Logic Pro X是在有沒有在同一個網路上 然後我現在已經有同一個網路,你就可以設定好了 好,那我們稍微來看一下這個Remote 大概介紹一下,因為之後我們應該會利用這個東西來做一些示範 好,那我們看一下它這邊可以跳出來,我們可以選擇 我覺得很酷的一個地方是它有一個說明書 那這個先前先決條件是你不能怕英文 你可以從這邊查詢你要的說明書 然後再來是第二個很酷的地方是它的key comments 你可以去做你常用的一些key comments的設定 譬如說,好,我覺得save就很酷,因為你就直接按 save 然後或者是zoom in,zoom out有沒有 呃,譬如說zoom的垂直或這邊 有沒有,我上面,我拉下來,各位看一下我拉下來一點 有沒有 上面正在做zoom in,zoom out,然後zoom in,zoom out有沒有 或者是play,那我現在是沒有任何的那個 OK,好,然後再來還有什麼 嗯,mixer,這很簡單的mixer,但是我們現在沒什麼那個內容,只有一軌 當然說有output跟master有沒有 好,好,然後再來還有 基本上還有一個樂器,那我在這邊稍微示範一下 好,等一下要小一點點 我開一軌新的樂器軌 好,在這邊,那我們先 先隨便選一個樂器 OK,把它關掉 好,那我們看到樂器 好,這樣子 OK,那樂器,你看好喔 就是我可以 我可以利用這個東西,那如果我的,我想要我的介面不一樣 我還可以換成吉他的介面 Drumpad,如果我的音色是鼓的話 或者是Drumpad,如果我的音色是鼓的話 好,但是就看個人需求,因為當然你可以,他也可以直接設定自動 譬如說,你roll了什麼 余色的音色,Logiprox,就直接把你對照成是要弦樂器的介面,還是鋼琴鍵盤樂器的介面 或者是Drumpad的介面 好,那再來還有一個 這叫做Smart Controller 當然他下面也有一些 Drumpad,但是你也可以設定成是弦樂器,不一定 然後你可以去調整,你可以編彈即時的調整所有的參數 有沒有 R Reverse 好,悶一點 有沒有 好,基本上 真的還蠻酷的 我覺得這個介面基本上 所謂的酷是,其實因為這個介面是在iPad的Garage Band上面已經有了 那只是他這一次把 Garage Band的所有的介面以及功能整合到這個比較專業的很專業的Large Pro裡面 所以基本上 我們在使用的時候 你會用到Garage Band的方便 但是又擁有Large Pro的專業 所以這次的整合覺得還蠻酷的 OK 這就是在 這一次Large Pro上新增加的一個最主要功能就是他在iPad上多了一個免費的Control的App 好,然後你可以在做音樂的時候更方便 OK